哈喽周桑,今天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Vlog,那么现在呢,也是跟昨天一样的,就是去大巴士,然后去上班,然后到上班之后,午餐,然后再来,就是下班回家,那么呢,不过今天呢,应该也是就是跟昨天一样的,差不多一样的那个Routine,就是跟昨天一样的日常,但是呢,我在下班之后呢,将会带大家去, 去看一个有点特别的东西,可能在马来西亚,马来西亚看的话,就觉得有点普通,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,可能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有点普通,但是呢,外国国家呢,不知道是什么,不知道,也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,那么呢,就是这一个了,没有错就是这一个,巴士票放卖机, 哦,就是这样子,现在因为呢,这个礼拜一个回去的话,早一点秒会早一点买会比较好,然后呢,去这边,这个礼拜五,大概是晚上的时间,然后这边有大概有六点半了,应该要选择, 看一下有没有胃,有时候没有胃,有时候没有胃, 没有胃,没有的话就是七点半了,也是满的,都是满的,看什么呢,在这里给我, 啊,这一点的, 这有这个啊, 总共是22块钱, OK, 钱放在这边, 20块, 还有两块鸡, 25块, 可以照我填出来, 就是这样子一个巴士票就买到了, 就是这样子一个巴士票就买到了, 现在呢, 我终于回到宿舍里了, 然后呢, 这个空的开那个工作, 昨天那个, 我不认的那个社会了, 终于呢, 在还没有放工之前, 终于做到了, 真的是, 真的是, 真的是花了我, 大概两天的时间, 终于把它做好了, 那么呢, 刚才你看到的那个影片呢, 就是我买一个巴士票呢, 的一个kos来的, 就是一个自动贩卖机, 那么为什么我会去那边买呢, 其实它是根据那个, 巴士总在的那个系统呢, 就是从那边呢, 买那个票, 其实是一样的, 就是, 就是不用去那边排队, 因为呢, 那个柜台那边真的是很多人, 下次你会, 你们会看到更多人, 就是8-5的时候呢, 就是很多人都是回家嘛, 就是周秋二日嘛, 就是回家咯, 所以就一定会很多人, 所以呢, 早一点买是最好的啦, 然后呢, 你有看到一个呢, 就是一个, 那个他们在玩的Oreo那个饼干, 其实, 那个他不算是一个自动贩卖机来的, 是一个就是, 就是好像玩游戏这样子, 然后你拿到10个, 啊, 你把10个, 他有一个牛奶的杯子, 如果你把那个10个, 10个那个饼干的, 10个Oreo饼呢, 准确的放到那个, 牛奶的杯子里面的话, 你就会, 只要有10个的话, 你就会得到一包免费的那个Oreo饼干, 然后, 刚才我也是试了, 啊, 只拿到一个而已, 不过现在是有点, 不值得, 现在我要去冲凉咯,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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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